應援委員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 行政部門的各位先進 因為 本期在院中啊 沒有趕上 所以向委員會道歉 主席我是不是先請教內政部長一下 請部長 部長 在你是不是領導警察 警政署 全國的警察是不是歸你指揮 是 警政署是我們的一個機關 是 是不是你領導 是不是你指揮 是 就是是 那今天委員從早上第一位 段一康委員的質詢到最後一位 到現在剛剛 這個陳其邁委員的這個質詢 我想太多的媒體的畫面 都你都看到了 我盡量不重複 就 台中 事務封 這個蘇姓警察 原警 這樣的一個 侮辱 女性 人民的這樣的一個話 你們做了什麼處置 我覺得非常的不適當 這個是應該要給严懲 好 你認為他應該不應該道歉 我覺得應該要道歉 我希望 警政署能夠 內政部 包括警政署 能夠覆起 這樣的一個 兩方面 一個是 懲戒 一個是輔導 這樣的一個心理是變態的心理 這塊的人 撥住可以做警察 不對 你每天晚上應該來繞一下 你看 全世界有哪裡的人民的示威抗議啊 是這麼的理性 這麼的和平 而且這麼的求喪盡 公民上課 希臘的時代啊 蘇格拉底對期待也只不過是這樣 對一個公共事務的關係用這麼理性的做法 他的佔領行政院 佔領立法院 就和佔領華爾街一樣 他敢不敢用一個酒頭 敢不敢用一個滾鐵水管啊 兩隻七個嚇起來 這位是老師 在那天我碰到了 一個國中的老師 沒問題沒問題 大家公開老闆老闆 我們的警戒使用辦法有規定一定要敲頭嗎 只有打頭嗎 每一個人頭都被打爆 我就不要再重複那些資料了 每一個媒體 剛剛 這個警察之前行事法第三條是怎麼規定的 部長請你講一下好嗎 抱歉我不是很清楚這個規定 這是最重要的一條 檢查閒死職權 不得意的所欲達成執行目的是必要限度 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是適當方法為之 沒有來叫我們去買一個東西 說買 一袋的兩檔 你用成功去買一袋兩檔 這樣對 你麥克風要按一下好嗎 麥克風你麥克風按一下 是我想當然我非常贊成剛才委員這也是法令的規定我們在執法上的時候應該要符合比例的 我剛才 你看 我已經幾個沒看到我們的警察 對既然有一個執行的時候 所有的學生群眾都自動排開 讓出一條通道 每一個人在那邊拍手 有的學生拿著一個紙條 警察辛苦了 全世界有什麼佩生 像台灣人在線路對警察這麼好 我們所有的保六保五保三小 很多 就在所有的保警 在這個地方根本受到人民 任何 絲毫的 對他的不敬 還是身體肉體的接觸來個不禁 今天 他如果要搖搖搖搖 你說這樣說跟處理 不會說 所以保長 是 這個蘇生的研究要度限 你要度限嗎 我對 當作這個警察 這個治安機関的 可以講是內政部 負責 不要說太多啦 對 我願意度限 說得出來嗎 是我覺得 我們的嚴謹有這樣的行為 我要表示抱歉的意思 那個我是不是請王署長上來一下 我想今天這 已經很多人 那個署長 署長辛苦了 我在一整天了 從段委員問到這個陳其邁委員 這麼多的事情包括剛剛第三條 這個警察 這個不得預約必要的程度這一點 我想你非常清楚 這麼資深的 一個警政的 負責人 你覺得包括 剛剛 剛剛最後一張照片 這個中正一分局的巡官 這個圖新安先生 這樣那種態度 我怎麼走起來要把他批負責公共市議員感覺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署長 你這樣還要遲疑嗎 沒有 我剛剛講的 今天任何一個 人民 如果拿了 不要說 鎖鎖鎖鎖 拿一個小石頭 來對付警察 那麼說你用這個方式去驅趕 區裡的定義今天沒有時間請教你了 今天這是一個 兩隻手都舉起來 躺在地上了 你早上看的那個 兩隻警問一直夾這邊 一直夾這邊 段委員講的那張照片 要你們來這邊看的那張照片 對這些 對的事情就是對不對就不對 你們都對的不分 但你們都不對的不分 成群 那五百個一千個 非常守秩序坐在那邊 你把它圍著 他不會怎麼樣嘛 一個一個拖出去都走出去了嘛 不要說你還要噴水了 好像叫人家抓這個就出去了 但你說有在裡面 有一些人不一定是黑心 你必須把它包圍起來 我公益有在對你反抗 我公益有在對你 說第三條什麼規定 我再請教你 檢查之前行使法 第三條 是不是不得預約必要之程度 對 對 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預約 所欲達成執行 目的之必要限度 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的適當方法為之 市長 我們天天都在看國際新聞 你不覺得你很幸福嗎 我們的警察很幸福嗎 有人民這麼大的 這樣的一個尊敬 今天我們用這個方式對待人民 你不會覺得慚愧嗎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錯了 這個部分 你有你全部的任務 這是一個部分 但是這個局部這個部分 你不覺得 有 我們這個情務在一部分是有發生疏失跟 過失 你願意道歉嗎 你如果沒有辦法 向人民就這個部分表示道歉 你怎麼教育下面這些員警 這個蘇警察 蘇性的警察 或者是圖性的警察 一整天下來的 你願意道歉嗎 對 這個過程的 某一部分 我就講 用這個警線 非常明顯違反第三條 這法律定制的 不要不要說太多啦 市長啦 你做很久了 不是說第一天做 沒有辦法 你做你那些人 沒有辦法 就這個用警線過當的部分 對人民的權益 欺濫到這程度都沒有辦法道歉 你怎麼領導警察 這個部分你道歉嗎 你覺得過當嗎 第三條你剛剛念過這部分你覺得過當嗎 並不是每一部分都過當 我說這個部分 每一個人投被你敲破這些人手無寸鐵 你沒有辦法去理他們嗎 在一個晚上沒有去理他們沒有辦法去理他們嗎 但這幾個 現在頭破掉這幾位 民眾 當然他的位置我不清楚 今天幾位委員有提示出一些民眾收集或其他 網路上的一些 是我們遠景 有一些 過世的地方 我們會查清楚 所以我現在不能夠道歉 你心想西亞人的嘴巴呢 蘇東這樣問不下去了 你怎麼領導那個蘇信的警員 講那一種話就是你領導無方 你的教育性的錯誤 蘇信警員的事我願意道歉 好 那個部分至少你先這樣 那這部分你要查清楚 那我們委員會剛剛已經在講 要調查清楚錯誤 我要看到你的道歉 真的問不下去 要感到幸福了 輸掉了 全世界沒有一個白色 像台灣的白色對警察這麼好 你去照看看 那種對遠景的 辛苦人這樣說 千年對於國家社會的 那種熱誠 用這種快閃的方式 你應該動作殘辣動作 暴徒啊 我們中華民國警察在平時 在我們這個地方 並沒有受到這種待遇 你去看看 並沒有 你當過副縣長你也了解 你暗時去看看 你今天指的指 哪一個 傑森黨的警察 特定的區域 哪一個 今天這個特別的狀況 因為學生在這邊 他們對遠景表示這個態度 在過去來講 在其他的地方 我們遠景有受到這種待遇嗎 我們在執法上 在其他的地方 我覺得 和埃及 和烏克蘭 和所有的其他所在比 台灣八世對警察算得很好 我覺得你這樣 你這樣做到 哪像 哪像我們這樣做到 很鮮的樣子 你不應該這樣 你不應該這樣 你做了這麼久的一個 被總統這麼 要信賴的一個 警政的主管 你這樣一個態度 你備選的態度是這樣的話 你們怎麼爭取人民的 信賴 或者是支持 我們講事情是具體客觀在講事情 就是就這一個部分 主席系列 歡迎敲規 謝謝 謝謝兩位 好 那個 請回